OK 可以 谢谢 想要赚大钱 万点以上盘中先赚钱 盘中九世 当冲的所谓三架线 就是要帮助所有朋友赚钱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先讲一件事啊 台北股市呢 来到一万零一百零五点 真的还没完 我先讲一句话就好了 你先不要管它是一万三百点 四百点 五百点 我相信很多人从九千点 九千八千点 九千 八千八百点 就开始讲台北股市高点了啦 然后呢 我说穿了一件事 最好你是没有动作 但是一开始没动作 后来怎样 跑去放空 一路上嘎嘎嘎嘎嘎 嘎到现在还在嘎 我们先不要讲太多啊 光这个礼拜二我上股市现场 这个所谓非凡最大型的节目啊 我后来留了一句话耶 我说各位不要老是没事看什么大师 有一个谢大师在东叉看空 在飞叉看多 这什么大师啊 你不要去看什么大师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们看错 而是他们看的距离 或者看的方法 和你所思考的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各位注意 那些大师都看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数字呢 往往落后于股价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等你知道啊 我简单讲 等你知道南门市场 那么传统市场都卖不好 那一定是猪肉摊先卖不好嘛 所以你要盯到那个猪肉摊 不是等那个整个市场不好的时候你才知道 整个市场不好的时候你已经亏本了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 这次谁最准 感谢你 还是我们讲自己准也不错啦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现在还在创新高 我还是告诉各位一件事 你可以至少用第一个指标来看 也就是所谓融圈余额 我说融圈余额这边这么高啊 这边都还没到这里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融圈余额都还没有到高点啊 这行情绝对还没完啊 那意思是什么 你继续放空 那这是怎样 这就是嘎空哦 光融圈余额这样嘎着不要动 还可以从9300点嘎到9800点哦 光融圈余额光你看空了 我说我看空了 而且真的大家都来空了 还涨了500点 况且龙圈余额还在低点的时候呢 现在是低点 我讲多不是那种乱讲一通啊 但是我讲的多的意思是说 你一步一步做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那么抓住各位什么啊 抓住三架线你今天又赚钱了啊 抓住三架线啊 Saw三架线啊你今天又赚钱了啊 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就可以了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你今天抓住三架线的话 又赚钱了啊 等一下我翻给你看啊 你今天抓住三架线又赚钱了啊 而且今天情意控股涨上来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脸行为 你说老师 什么叫做非常重要的打脸行为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我这么跟各位说好了 亲爱的 你昨天没有听到一件事 你说机场捷运 哈哈 不好意思小弟就住在机场捷运 泰山站 干脆连站名都跟你说啊 他说机场捷运呢 没什么人搭 哈哈我就最喜欢听到你这句话 那个57台我直接讲一件事 我直接点名没关系 网路要勇敢讲 什么位不位的啊 什么什么房地产达人啊 你去问他房地产有几间啊 讲句不好听的话 比我多再来讲好不好 当时他们看坏亲谱 结果呢 亲谱大家卖 不好意思讲 现在你去亲谱看 哪一个不热闹 现在看坏什么 看坏大圆啊 看坏大圆啊 你说你看坏大圆 OK啊 没问题啊 你不想要大圆最大的地主叫什么名字啊 看一下好不好 三架线 我用三架线先讲给你 转强价叫什么 转强价叫S啊 那今天讲转强价就好了 因为开盘就在转强价之上啊 人家直接给你打脸下去 看到没有 所有的价格都被突破了 所以我的SAW当然是突破了 不用讲那么多啊 开盘就在转强价17.87之上啊 二话不说马上进场啊 这就是你赚钱最重要的方法 其实我每一次都是这样赚 昨天是不是赚这一支啊 2023的叶辉啊 今天呢 还没找到 不过没有关系 基本上答案就是2455的全新了 各位看到没有 开盘是不是在所有价格之上 所有价格之上就不用讲了 就在S之上了 就在转强价之上了 这样我问你一件事盘中有没有赚钱 这样我问你一件事 你昨天放空有赚钱吗 做多有赚钱吗 不好意思讲 你今天有赚钱吗 你昨天还有一档股票呢 看到没有 5月24号还有一个上药 来我想你昨天到今天到底有没有赚钱 那最重要了 还有你昨天有没有看我的节目啊 我节目现在在我觉得网路哦 我说真的一句话啦 我现在其他事情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就跟你说 真的一段时间没有出来 我当然是靠自己在努力 就这么讲 我在电视上讲的通通都叫做示范 所以呢 这些示范你可以真的很认真的去参考好不好 我讲这些示范都是很好的去参考的方法 网路上已经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三架线要怎么赚 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不止三架线能赚 各位看到没有213块钱 昨天很多人哎不会联发科都不会涨 放心啦今天涨上来就不要买 不要买 今天已经多少了228啦 自己看一下吧 我这个之前都没有买过联发科 我之前的话都买6533的精心 各位还记不记得啊 这次跟你讲说轮到联发科了 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么精准的方法 来帮你操作的模式 我想精心科上次怎么买的 你自己看清楚吧 这是联发科的子公司嘛对不对 没错吧 那让你调节出去换的联发科回来了 我想这样子救星很够了啦 还要谈什么呢 来我想在网路上面了我的态度是很开放的 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哦跟过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找到时间我会把三架线跟我的家族成员来做分享 三架线真的很好用网路上很多年轻人都在问了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一句话 第一个来吧我们先讲这个好了 三架线随便找一档股票2330台积电好了哦 注意哦他绝对不是这种什么GDP啊 不好意思讲这个就印在电脑上面了 早一档比较简单了好了 这个就印在电脑上面了难道照这个座会赚钱啊 你不怕人家真的就给你冲回来啊是不是 这个这个3437好了看到没有 你不怕人家给你冲回来啊 所以三架线一定是突破这个GDP以上的东西 CDP以上的东西啊也不是什么三观价 那么涨多少你就要加码 跌多少你就要减码那干嘛呢 拿来电子计算机算就好了 三架线是最重要的是主力 中实户散户三个价钱的心态啊 怎么算 当然有我的算法 而且绝对跟很多指标可以相配合 你手上有什么指标完全可以配合 今天你可以自己去网路上面印证 我是不是就刚好 而且十分钟早上九点十几分 我就PO出去跟你说这段我冲完了 冲在这个点还不是最高点 我就直接告诉你 就介绍给客户不是我 我网路上一定要讲这句话 介绍给客户不是我 欢迎所有朋友想办法跟上来 那由于说我还是在公司的体制的关系 公司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 各位看清楚啊 端午节呢 所谓55% 什么叫55%呢 你拿这个2752-5868来问就好了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讲一件事 我回到这里我还没有准备 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没准备做生意 但是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既然为了配合公司的政策的话 你打电话来 该学的该教的 我当做关门弟子 各位注意哦 我当做关门弟子 好好认真的帮各位来做一个教学 欢迎你 想尽办法利用这个端午节专案 不管是各位 哼哼哼 想知道什么叫做妖骨 哈 还是想知道什么叫做什么 一千万当充致富数 其实这是我弟子办到的 我的徒弟们办到的 你想问是谁 我告诉你也没关系 本来在卖鸡排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很多营业员本来去卖鸡排 你有看过那个新闻 还去卖那个什么 卖 酷疾对酷疾 国语怎么讲 反正就是卖那个东西 结果现在都给我学当充致富数 改变他们的人生 你绝对有机会 欢迎你掌握住 我们片尾这个专案 欢迎你跟上来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